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一粒很没有眼力尽的西瓜子轻轻扶去 自己还没有还没有光明正大据为己有的地方 一粒小小的西瓜子居然敢在自己眼前肆无忌惮地占某人便宜 我才没有担心你 就是这几月天气炎热 胃口有点差而已 打死胃无限 他也不会承认是自己一连几天茶饭不思 寝室不安才会这样 不是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难为情 而是他担心 蓝湛知道了真相会持宠的娇 怕他骄傲 一个大活人不见了 你就不担心 你都敢不告别 我为什么要想你 记得之前说书先生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颇深 很多人走进你的生活 只是单纯地为了给你上一课 然后就可以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你都狠下心肠 不要我 不要我们大家 凭什么要求我们大家想你 不是我们不要你 是你抛弃了 我们知道吗 某人一向是没理赖三分 如今的理就更加不会饶人 如今见蓝湛安然无恙 精神头看起来也还不错 心疼和担心逐渐退出主场 想要跟他秋后算账的心 又重新占领了高地 哦 蓝湛收回自己的大手 缓缓垂下眼帘 用被子默默裹紧了那个一连失踪多日 都没人心疼 没人担心 没人惦记的自己 奈夫被全世界遗弃 一个人无声消化所有孤独 忧伤和无助的小可怜样 深深灼痛了未无限的心窝 仿佛有一根满是荆棘的鞭子 在鞭挞着他 抽下去钻心之痛 抬起来是嗜骨之疼 他一个人在深山之中 忍计挨饿不说 还要提防猛兽的侵袭 蓝湛能活着回来 已然堪称奇迹 魏无限啊魏无限 你怎么还忍心数落他 一想到这里 魏无限哪里还有什么脾气 连忙把西瓜往旁边一放 将蓝湛的大手 从被窝里扒拉出来 攥在手里 蓝湛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奶奶为了你还差点一病不起 你算了 我想睡一会儿 似乎是不想魏无限为难 亦或者不是自己想到得到的答案 稚气般推开他的双手 蓝湛微微扭过头去 看向了床的里侧 不言不语 四海八荒 我所思 所想 所念 唯你一人 你这个撩然而不自知的家伙 会在在梦里 与一个影子喋喋不休的一宿中场 在现实中 却吝啬到 不肯对我说一句 我想你 蓝湛 你是不是想知道 我有没有想你 嗯 蓝湛重新拧过自己的脑袋 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他想 他很想 他虽然知道魏无限的心思 可他不知道 一个人的梦里说的话 到底可信不可信 可信度又有几分 蓝湛 你看你 多大点事 居然 史还小兴子 不就是我想你吗 听好了 可 可 我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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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无限 这儿巴金地清了清嗓子 然后一扬顿挫地开始鹦鹉学舌 不成心 蓝湛再次垂眸 随后又委屈巴巴地扭头 看向床里 如此敷衍的话语 不听也罢 谁说我不是诚心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发自肺腑 真的 绝对是真的 比真金还真 魏无限 一剑蓝湛又落墨上了 哪里还有心思 分辨什么有的没有 双手捧住他的脸颊 咔的一声 将人家扭过去的脖子 强行掰了回来 呃 幸好 这脖子 长得足够结实 才能扛住眼前这个小家伙 没轻没重的夺命魔爪 呀 掰疼你了 是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给你吹吹 吹吹就不痛了 魏无限 双手按着蓝湛的肩膀 撅着嘴巴一点点 靠近蓝湛饱受摧残的脖子 你们两个 在做什么 你们两个 在做什么 将承猛地推开房门 就看到魏无限双手 按着蓝湛的肩膀 撅着嘴巴一点点 贴近蓝湛的脖子 我本来 还想着 趁蓝湛现在娇柔一推倒 对他做点什么 结果 你就闯进来了 话说回来 你进别人房间 能不能敲下门 魏无限头也不回 依旧保持着方才的资源 姿势不变 尽职尽责地趴在蓝湛脖子处 呼呼吹气 敲什么敲 我们这个院里 连蚊子都是公的 怎么 脖子受伤了 江城泰然自若地走到床边 好征以侠地打量着床上动作 看起来有些香艳 实则又知道 让人无语的两个人 他和魏无限从小到大 一个浴桶洗澡 一个被窝睡觉的事 那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一言不合 在被窝里扭打成一团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 眼前这一幕 在他眼里根本就不足为奇 让他奇怪的是 魏无限这糊弄小孩的吹吹大法 用起来是怎么做到 一本正经的同时 看起来还十分的虔诚 重点是 被他压在身下的那个家伙 怎么看 都是一脸享受的表情 这也有人信 应该让魏无限 事先吃一块臭豆腐 或者吃两半大蒜 好让蓝忘记也知道 社会的险恶 江城想到这里 在心里默默为自己的想法 点了一个赞 我刚才帮蓝战扭脖子 一不小心 扭的力气大了一点 蓝战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管用 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浮在胸口 只品尝过一次的薄唇 在景象之间 不停吹着热热的风 撩得他奇痒无比 一身的邪火 无处发现 蓝战能强忍着 不去做某些可怕的暴行 就已经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还好 这个宇宙第一直难破门而入 要不然 蓝战很快就要控制不住 自己那颗疯狂跳动的心 以及那份就要破铁出的炙热 管用 的确是很管用 此时此刻 哪怕是脖子断了 估计 蓝战也感觉不出来 所有的力气 都用来控制自己的四肢和嘴巴 不去亲 不去抱 至于被子底下 即将爆炸的某处 蓝战已经没有精力去管他 爷爷为庆祝你平安归来 特意让人 做了一大桌子的好吃的 让我过来看看 你睡醒了没有 江城对魏无羡的卫视指通大法 表示没眼看 眼睛的余光 瞟到桌子上有水果 就静止走了过去 行 蓝战是直接没睡好吧 有魏无羡 这个 小话唠 在身边 小嘴巴巴地说个不停 就是想睡 也睡不可能 更何况 妩媚私服的人就在身旁 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哪里还能睡得着 外面 不知何时下起了蒙蒙细雨 魏无羡站在回廊里 抬头仰望着漆黑一片 看不到一丝缝隙的夜空 目光悠悠地将胳膊伸出去 用掌心去感受细密的雨丝 你 喜欢这种雨 蓝战知道 魏无羡 虽然害怕雷雨天 却对这种缠缠绵绵的细雨 独有情忠 每次 都会如眼前这般 神思恍惚地与细雨 来一个亲密接触 我母亲 之前曾经告诉我 失去的亲人会藏在云朵里 趁下雨的时候 落下来 到人间来看我 我相信 能落在我掌心的雨滴 一定就是 想念我的人 每次 我都会笑 为这 江城没少笑话我 说我对着细雨 笑得一脸花痴 可我觉得 无论来看我的亲人是谁 他一定最希望看到 我开心地笑 我陪你 魏无羡笑页如花地 看着掌心里积攒的雨滴 眼角一闪而过的水光 被身边浅琉璃色的眼眸 尽收眼底 狼言下 两个修长高挑的人 并尖力 一个聚精会神的 期待着 由雨滴落入掌心 一个目不转睛地 看着身边 极天地之灵秀在一身的人 蓝湛 你也试试 感受一下 好 于是乎 雨连里 又增加了一只 白溪修长古节分明的大手 魏无羡瞟一眼身边之人 再次望向雨似的眼眸里 多了一份期待 阿殿阿娘 你们若是真的在天有灵 就帮我把身边这个人留下 最好是能给我定下 你们一定要帮我 虽说 您拆石做庙不破一门亲 可我 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我身边这个人 下到一只能够下 那你不需要 一步 再按下 一步 再按下 三步 再按下 再按下 一步 四步 四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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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